中国恒大3333昨晚发公告宣布主席许家印因涉嫌 法犯罪、遭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后 郡内媒腾讯新 引述消息报道 许家印前期丁玉媒得知内地有 叶家印许家印被边境控制后 已随即买机票离 香港更有分析指丁玉媒或透过技术性离婚货 恒大数百亿花红 报道指出丁玉媒原本一直在协助相关机构进行恒大债务重整事宜 为目前不知晓他身在何处 值得留意的是丁玉媒允许印早于去年已办理了离婚事宜 另据21世纪经济道引述分析指出 恒大集团累计900多亿分红中 由家印丁玉媒分别100%控制的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 倒得离岸公司透过中国恒大拿到其中大部分红 并在出现前后已转移到境外 一级透过技术离婚的操作最终落到境外前期丁玉媒的口袋 事实上许家印出事早有征兆 今年8月底时已有 道指许家印虽然常住广州 但已不可随意见外 同时与以前可直接找其签字不一样 当时若是部公司需要许家印签字 报备后一般会由身边做人员转交后签字 彭博社27日引述知情人士报 许家印今个月初被警方带走 目前在指定地点受监视居住 内媒观察者网同日下午报道指 许印现时身处北京一处居所 已被限制部分行动 由相关文章内媒华夏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法确定许家印被限制部分行动自由的消息 但已肯定的是在恒大最近二次例会中 一次许家印露面 另一次本该有许家印主持的例会 其本人未有出现 据该知情人士了解 许家印上一次发是在9月13日 当时他在群组要求各地督促解决砖限售问题 内媒第一财经引述消息报道 在相近间内被带走的恒大核心成员 亦包括许家印刺 许腾鹤 他曾主导恒大财富的工作 恒大前首席物官潘大荣 主要负责恒大系资金运作 以及恒地产集团 恒大物业6666前董事长姚立涛 报道又指 在早前 恒大地产前董事长柯鹏 恒大财富法定表人及执行董事杜亮等人 均已在接受调查中 不仁是指出 被查的高管主要涉及融资 财富及改业务 相关文章 恒大指出 截至8月底 旗下恒大产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累计约2785亿元人民 逾期商票累计约人民币2068亿元人民币 至于项目及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未决诉讼案件数量合计1946件 额累计约4493亿元人民币 而恒大地产通过股权赚 土地及再建工程转让 信托 代持等方式 已完成 获得房地产项目共计73个 在8月期间 恒大地产新163条被执行信息 新增被执行金额合计约91.28亿元人民币 同时作为被执行人被冻结的子公司及参股 撕股权新增68笔相关文章 另外 恒大旗下被立案查的恒大地产在深交所看发公告表示 目前仍各方努力下共同化解债务风险 依法维护债权 合法权益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保护广大投资 利益 所有存续公司债券将继续停牌 恒大地产 钱未能按照约定 对付发行总额40亿元人民币下的20恒大零4债券本金及利息 据目前风险信息显示 大地产存在于590条被执行人信息 总金额超过560亿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浏览更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